春节联欢晚会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 都有着特殊的感情 因为在这一天是家人团聚的日子 而春晚中最令人期待的自然是小品节目 他曾八次登上春晚 陪我们走过了整整八个除夕夜 他就是邵峰 邵峰的长相很不出众 但是演技却特别棒 汉厚的外表似乎自带一种搞笑色彩 虽然身高仅仅只有160 但是并没有影响他的事业发展 相反 扎实的功底让他成为老百姓心中的好演员 邵峰经常表示 很多观众根本不知道他的名字 这些他都不在乎 只要他的作品能带给大家欢乐 他觉得就值得了 不仅仅演小品 邵峰还出演过好多的电视剧 例如别拿豆包不当干粮等等 我们总是看到舞台上笑呵呵的他 却不知道他的家庭生活 他的妻子是别人介绍的 叫赵霞 婚后不久 就生下了一个儿子 邵峰是个好男人 婚后没有绯闻 除了专心事业 就是陪妻子和孩子 后来 妻子得了红斑狼疮 这种病还不能彻底根治 只能使病情得到控制 邵峰下了决心要使妻子的病情得到控制 于是他一边拼命地工作 一边照顾他 邵峰也曾表示 在一段时间内 他甚至付不起医药费 私处借钱 但依然咬牙坚持 直到现在也是这样 妻子的病情需要一直控制 邵峰能做的就是赚钱给媳妇看病 日子没有提高 我给你们看 我让你们看 悠门 明天 左下 我把你做得真好 不错 如果他悠闭了 请不吝点赞 自己做得真好 她没骗 告诉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